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就宋江用错章 吴用真没用 作为白纸扇 吴用的脑子如何呢 吴用在就宋江的时候 让小让模仿蔡京的笔记 给蔡九之府写信 你把宋江给我送到京城来 姓为盖上汉林蔡京的图章 戴宗得了这封信 就做起神行法回江州去了 天上一天 世上一年 戴宗走一个时辰 别人要走一天 戴宗走起来 没人赶得上他 可吴用这时突然教导不好 汉林蔡京四个字的图章 不该用在家信里 如此看来 吴用的智慧其实很有限 不出意外被蔡九身边的黄文饼看了出来 如此 才引发了梁山群雄江州劫伐场 孙子兵法谋攻偏有云 上兵伐谋 其次伐骄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 唯不得已 也就是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明的策略 而血肉相搏的攻城战是最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之策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梁山为了兵部血刃就回人质宋江 已经丹经节律 但是事与愿违 无奈之下只能和敌人展开白刃战 这场战役事关重大 梁山上下极为重视 朝盖道 怎生去救 用何梁策 吴学究便向前与朝盖耳边说道 这般这般 如此如此 主将便可按传下号令 与众人之道 只是如此动身 休要误了日期 众多好汉得了降令 各个栓树行头 连夜下山 旺江州来 不在话下 二 劫法场 无用接着无用 既然要劫法场 就需要周密的部署 最好是在囚犯盗刑场的必经之路下手 重大出其不意 而在行刑的时候 戒备森严 就不好下手了 况且 被处斩的是宋江和戴宗两人 即便要在刑场动手 也需要安排专人重点照顾两名刀斧手 梁山具备远程狙击能力的花容 却是下山了 但他也只能对付一名刀斧手 另一个无用 就没专门安排 即使是截法场的白刃战打响 也不是花容的神剑发起的讯号 而是黑旋风李逵 如人员泰山般的从天而降 梁山重头领能够全身而退 还在于江州士兵的战斗力不强 但是无用 竟然没有安排撤退路线 大伙儿只能跟着李逵 一路杀出去 天无绝人之路 接阳阵张顺等人 正好也准备来截法场 乘坐三只大船过来接印 梁山重人才能安全撤退 可以说 这一仗如果按照无用事先的战术 梁山重人将个个死无葬身之地 势必是和江州军队同归于尽 即便能侥幸存活 人数也不会太多 无非朝 宋等寥寥几人而已 无用身为全军的参谋长 竟然给出这么一个昏招来 表面上看 实在和他的身份地位相当不符 三 无用 其实是无耻 这个行动 复盘来看 请因是无用用错张 但即便用错 其实存在着两种可能 被发现和没被发现 果不其然 蔡九之府就没发现 还是黄文炳及时提醒 蔡九才醒悟过来 但无用 似乎一准料定 这个计划肯定外泄 在戴宗走后 就和朝盖谋划下山 无用莫非有千里眼 直到黄文炳会配合演出 如果联想到截法场 无用没安排撤退路线 似乎无用 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宋江是梁山大安人 朝盖要是就回宋江 宋江肯定能获取一个好位置 而无用此时是梁山二把守 对于这种能够威胁自己地位的潜在隐患 他不得不慎重考虑 江州的肉搏战 假如有几个头领阵亡 无论是朝盖派系还是宋江派系 宋江都在道义上要背负愧疚 这正是无用想要的结果 更进一步设想 如果江州一战 不仅大商宋江元气 而且朝盖因此送命的话 对于无用来讲 那就更妙不过了 此时无用已经隐隐可以取而代之 自己深登梁山老大的宝座 这一切不是一段 从无用的人员安排可以看出 他为自己保存实力 江州劫伐场是梁山开山以来最艰苦的战役 梁山尽浅精锐部队 但是没有参与的好汉一共六人 无用 公孙胜 林冲 秦明 肖让 金大监 表面上看 无公孙肖金四人都是文人 不适合短兵相接 林冲 秦明要保护根据地 不能下山 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梁山即便在亡轮时代 祖谦 宋暗等人要自保也并非难事 林秦二人战斗力如此出众 却血藏起来 颇为可疑 这五人里面 公孙胜向来不理事事 林冲全无全域 秦明有勇无谋 而且和宋江还有杀妻之恨 萧金二人心晋上山 身无寸功 这一切都不能阻止 吴用的登基大计 最重要的是 这五人中 文化人占据大多数 即便是秦明 能够坐到国家军官的位置 说他胸无点墨 未免不可思议 而派遣出去的 除了花容 基本上全是文盲 吴用为了梁山未来走向 连黄泥港的战友三软 刘唐都打算不要了 以至于 金明狗道之徒白盛 也被他推上了前线 吴用牺牲花容 是深思熟虑的 花容是宋江的好朋友 无论如何 不会和自己一条心 只要江州一战 两败俱伤 朝宋二人归天 梁山就全部剩下文化人 文化人的是 自然要文化人自己来管 吴用将勿庸置疑的 成为梁山心领导人 吴用的计划 可谓天衣无缝 四 吴用遇见宋江 黑 真是黑 吴用再狡猾 和宋江比 还是小巫见大巫 宋江运气出奇的好 在接阳这一路 收编了十几个小弟 还越过朝盖 直接调兵前将 打破了吴维军 杀了黄文炳 再到了梁山后 宋江作为二把手 直接越过朝盖 对梁山的人士进行了大改革 不看资历 但看功劳 不用面对势力强大的宋江 知道自己阴谋 不可能实现了 剑锋使舵 顺坡赶驴 立马投靠到宋江门下 成为宋江最心腹的左膀右臂 宋江也没有亏待他 杜传的九天玄女 三卷天书 只能和天机星 共同参阅 两人狼狈为奸 将朝盖架空 实现了抢班夺权的野心 无用应上天的天机星 这个机不是机智 计谋 而是机会主义 投机取巧 面对宋江 他的厚黑穴 始终烧血一筹 只能将这个惊天动地的阴谋 深深埋藏在心底 再也不敢提及何回忆 无用过往 在王伦还未明确 是否接纳朝盖世 就密谋缩使临冲火并王伦 为了让诸同上山 让李逵摔死了 无辜的小崖内 人家卢俊逸 讨好的圆外做的滋润 他让人家身陷淋雨 这就是无用干出来的事 可以说是毫无底线 人渣一个 但我们发现 无用和宋江都是知识分子 在大宋那个文教昌盛的时代 讨不上科举 也就享受不了读书人的荣耀 如宋江 还能像左宗堂一样坐立 无用显然连力的水平都没有 充其量也就是皇朝 洪秀全的级别 无用之所以对宋江福气 也是因为权术不如宋江 后黑不及宋江 并不是说宋江比无用光彩 还记得我们步入社会 父母的尊尊教会吗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其实重点在于后面一句 社会上小人很多 尤其是当今社会 无用这样的读书人 书读的越多 作恶能力越强 无用不过是认识几个字而已 现代的这种人 可是有机会学什么 人工智能大数据之类的 他们要坏到什么地步 真是不敢想象了 所以 我们要对人性的高贵上限和猥琐下限 做最猛烈的估计 你才能摸到人性的鞭儿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